大家好 我们养茉莉花的时候经常有话有反映自己的这个茉莉花呢 它是这个多头的品种 但是呢 等到它开始冒花苞的时候呢 既然发现呢 它每一个枝头就只冒了一个花苞 那么为什么明明是多头最后竟只长了一个花苞呢 其实原因就在于啊 你太贪心了 怎么贪心呢 一般我们在养月季的时候呢 在刚开始冒芽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给它进行抹芽处理 但是有些花友就想让它枝叶非常多 所以呢 就不会给它进行抹芽 那么不抹芽 这个枝叶繁多 这个营养的话就全部分散出去 然后供给给各个枝条来生长 那么每个枝条它的营养部署啊 后期呢就是只冒一个花苞了 所以呢 我们养月季的时候呢 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了 在长芽期间一定要做好抹芽工作 将一些长势弱的 然后呢 交叉的 或是重叠的一些芽一定要及时抹掉 然后呢 我们留几个相对比较健壮的芽就可以了 像我这一盘的话呢 大概就是留了两三条芽 然后现在大家看 这时候呢 一个枝头啊 已经冒出了六个花苞 所以养月季啊 我们呢 一定不要太过贪心 除了要抹芽之外呢 我们还一定要让你的这个月季啊 最好就是多冒一点笋芽 因为笋芽呢 它的生命力强 长得快 长得壮 那么它的枝条呢 粗壮的话呢 它冒出来的花苞啊 也会比较多 所以想要让月季枝头冒多个花苞 我们最好就是第一个要抹芽 第二个呢 就让它多冒笋芽 那么后期的话呢 想要这个枝叶啊 长得更为粗壮 冒的花苞又多又壮 我们呢 还一定要给它充足的光照和充足的水肥 那么水的话就是保证盆土处于一个微潮的状态就可以了 浇水不能过多 以免积水难根 但是呢 盆土过于缺水的话也会影响到它的生长 那么肥的话呢 也是很关键 首先一定要增加盆土的营养 底肥一定要充足 我们可以在换盆的时候在盆体添加底肥 不换盆的话呢 就可以在盆土周围埋肥 埋肥的话呢 我们一般都是用上这个发酵复苏好的羊分 因为营养全面温和而且不伤根 盆土里面的营养充足 后期啊 这个枝叶的自然养得更加的粗壮 那么在它的这个枝叶生长期的话呢 我们用上这个畜生长的这种高氮肥来促进枝叶生长就可以了 然后等到它还没有开始冒花苞 我们就要给它喷湿磷甲肥 也就是说枝叶长得比较粗壮了 就一定要给它喷湿磷酸心甲来促进花芽分化 之后呢 再保证有充足的光照 那么这样一个枝头啊 就能够冒多个花苞 所以啊 这种多头的粤剂啊 大家就一定要注意 想要让它一个枝头冒多个花苞 那么我们就一定不要太过贪心 要有舍有德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